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总是看来看去,芦荟没有精气神 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今天我就来跟大家说说 给芦荟吃点一种药 叶片绿又肥又大,小鸭长满盆 这一种药其实就是中药渣 它的使用也很简单 首先将中药渣先不要着急扔掉 放入碗中 再把碗中的药渣均匀地扑洒在室内通风的地方 让阳光充分地晒干水分 准备一个空的塑料瓶子 把处理好之后的中药渣放入瓶子中 加入适量的清水 然后再放入切碎的橘子皮 密封好之后放到室内温暖通风的地方 发酵23天的时间 发酵好之后就可以取上层的青液和清水 按照1比30的比例混合之后 用来浇灌芦荟 一个月浇两次 芦荟叶片 绿又肥又大 小芽长满盆 为什么中药渣会有这样的效果呢 原来里面的昆虫尸体 草本植物等 在通过一定的条件的腐朽发酵之后 就能够产生大量有利于芦荟 加快生长速度的有机肥料 不仅仅是让叶片重新变得精神起来 而且还能促进心芽增长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收藏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收藏